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侍 回应了一个召叫 梁宝德周氏勒是持有会会侍 你好啊 宝德 嗨 很久没见 很久没见了 虽然我们看到他的背景是白色 究竟你现在在哪呢? 我现在在台北 台湾的一个团体里面 OK OK 梁宝德真的在台北 我后面的背景是假的 你还记得后面在哪呢? 这里是...啊... 巴多哥 意大利的 我们是持有会的地方 对吧? 我认识你很多了 不如你和观众介绍你自己 梁宝德周氏有什么特别? 为什么我要访问你呢? 让他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梁宝德 其实很多人叫我做宝德的 已经叫我的名字了 我是一个很纯正的香港人 我在香港出生的 我现在是一位持有会的会士 我其实在收会 现在都大概11年了 的生活 我2011年的时候就发愿成为了持有会会士 其实我中学的时候开始接触持有会 就是在九龙腾镜坊 所以我在那里也认识了Rodney 所以 透过在认识持有会 又我更加接近到天主 一步一步之下 我就听到天主的召叫 过程都很长的 所以 都花了一段时间 我才回应这个圣照 去决定我要成为一位持有会会士 那我现在身处在台北 是因为这几年 我都在台北这儿 去接受神学的培育 所以在这里读神学 那刚刚去年的6月就 毕业了 毕业之后 就继续接受神职的培育 所以现在 继续在台北这个会员 这个团体里面 继续去接受 不同方面的培育 就是 帮助自己更加去 为未来的这个士徒工作 更加多一些的 支持 多一些的知识 去帮助自己 去做未来的使命 真是好了 很多已经说了我想问的问题 什么时候接触信仰 信仰对你有什么影响等等 接触信仰 说来说 深入一点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 我信这件事情 是不是 领了洗之后 还是 在读书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 持有会的教育之下 令到你对信仰加深了呢 究竟是什么时候 才真真正正对信仰有一个热冲呢 我想 一开始认识信仰 我想是在家里 因为我妈妈本身是一个教友来的 我其他的家庭的成员 他们都不是教友 因为爸爸那时候是拜佛的 另外两位哥哥 读基督教的学校 所以很多时候在家里 会看到有扇武将 十字架 但另一边又有 你会看到黄大仙 有观音 都很有趣 所以其实 当时会开始问 这些是什么来的呢 合一 对啊 但当时父母或哥哥 他们各自自己的生活都很忙碌 所以有些时候 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这些问题 我在小学的时候 是读天主教的学校 所以在当中在宗教堂的时候 那位老师都突然有同学 有没有同学有兴趣参加武道班 那时候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但周围有几个同学都一起去参加 就好像一班很好玩 一起去参加 所以是在小学的时候 就开始知道好像 有一样东西叫天主教 开始就想认识多些 但是都是因为同学一起参加 我才去参加 所以我领洗的时候 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的领洗 但当时我都 其实都是很迷迷糊糊的 就是领洗了 但是都好像不知道 天主教是什么呢 你说一个深入比较多的认识 就好像梁仙那样 其实去到私教会的学校的时候 我可以说真真正正 就是让我信仰的生活 这个旅程 可以说是真正的去展开了 特别透过在中学里面遇到很多次有会的会识 遇到身边的同学 SWATME是其中一个 当时在负祭会 以及生活 一些的宗教活动上面 其实帮助自己很多方面去认识 自己的信仰是什么 天主是哪一个 耶稣是哪一个 好记得的 我也好记得 第一次见到你 就是在 圣堂里面 在我们读书 电镜波学校 进驾之后堂 当时不认识你 有个修士带着我坐在你旁边 看我人生的真真正正正 第一台的微杀 为什么呢 因为一样 我就是领洗了之后 就没什么接触 这个圣堂 因为没有人带我回去 变了去到持有会学校 就真正去参与这个微杀的时候 你就坐在那旁边 这个青年 这么虔诚的 是不是假扮的 又不是 然后其后 其实就是那次之后 就跟你一起在信仰上成长 相信 持有会的教育 持有会的神恩 对我们当时的青年来说 就有很大的影响 就不要说我 说回你 就是持有会的青年的生活 里面 当中很多姿多彩 对你来说 哪一方面 或者几方面 对你是最有影响的呢 我想一开始 最让我 在持有会会的相处之下 给我的生命一个很大的改变 其实是 他们真的改变了我整个人 面对各项事情的那种态度和性格 因为 其实本身我是一个比较 内向一点的 其实很害羞的 所以很多时候都不敢去表达自己 也都不敢去 讲很多东西 其实可能心里面有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意见 想跟大家去分享 但是有些时候 面对很多人的时候 自己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但是当我和持有会会相处的时候 我想第一份被他们吸引着我的 就是他们那份喜乐的精神 你走过去 你会自然感觉到 很开心的一个团体 我和我之前有的经验 这层会收拾好像很严肃的 但是 时有会会是 给我一种 很喜乐的感觉 我想他们这个喜乐 真的很感应 很感动 所以 他们都很 时刻很多时候都陪伴着我 给了很多机会我 但是他们会 给了很多压力 我去 我去 面对这些事情 他们会有很多 不同的方法 鼓励我 说话也好 行动也好 甚至是邀请我去和他们一起 祈祷也好 其实这些很微小的动作 其实 原来我发现到 是慢慢慢慢 开放着我自己 我亦都见到 见到自己 慢慢是 说话说多了 也都好像 慢慢的自信心 越来越多 比我愿意表达自己 内心的一些感受 或者一些意见 所以后来 在学校生活里面 在波及里面的生活 神父也好 收拾也好 他们很多时候 都给自己很多机会 去 发挥 其实这个都是帮助自己 去看一看 我原来有这些材料 原来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记得 当时 我们很多时候 不负责会 或者宗教的团体里面 会一时去做话剧 有些时候 又会 叫我们去唱歌 又会 叫我们去组织很多不同的活动 这都是我自己 很怕去做的事情 因为 你怎么做呢 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第一步 但是 其实会一回事 他 会陪着我们一起去走 他会带着你 他怎么去面对这些挑战 这些困难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之帮助到我去 好像我觉得是一个新的生命 好像整个都不同了 所以我在学校的时候 其实是很开心的 因为我看到 自己 的转变 我亦都看到 因着自己的转变 原来都可以吸引到身边的 同学也好 青年也好 我们可以一起 走向天主 我觉得这个是 持有会会史 第一个给我一个很大的礼物 就是这一样的转变 总括来说 刚才就是那份的同行 陪伴 很包丝高 整件事 包丝高神父就是这样 陪同青年 一起 无论是 读书也好 或者是追尋 这个圣诏 或者是 或者是 一起踢球 那份的 同行 很重要 这个的 持有会会史就影响了 在 那么多的圣诏 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哪一刻是你会 特别 去觉得 自己真是去 找圣诏 圣诏经常都听到的 可能 听完就算了 就不管了 但是有没有一刻 我听完 就真是想知道多一点 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你问起这个问题 我对想起 读书的时候 没有特别说 我想做一个神父 只是我觉得 我和同学会史一起很开心 想常常和他们一起 什么时候开始 去思考这个问题 其实是 我想 在波记里面 长大的 学生 都认识 朱庸 我记得 朱石印寿司 对了 朱寿司 我不知为什么 他很多时候都走过来 叫我去找他 去那个办公室里面 请我喝 他其实很多时候都陪伴着我 但是他 慢慢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都跟我讲一些 学校的生活 家庭的生活 讲很多一些 我日常需要的东西 但是慢慢陪伴之下 开始问 关于我未来的一些问题 将来想做什么 那时候其实我觉得 都很 有些奇怪 有些觉得很奇妙的感觉 这位修士会 问我这些问题 究竟是 他想 怎样 那时候陪伴我来之后 其实我觉得 像钓鱼 因为那时候不知道 只是觉得 好 每天都好像 伴伴火落 那些东西 都会跟着他 但是慢慢的时候 我会 发觉 我也觉得很亲切 会和他一起 好像他没有叫我 我都会自己走过去找他 直至有一段时间 他开始会问 你 你有没有 想过去 去做一个持有会的会事 有没有想过去做 神父 但是他去问的方式 又是很特别 他又不是那么直接 去问你 有些小小的邀请 有些小小的邀请 因为我记得 那个时候 我和我爸爸妈妈 他们公属的地方 他们说很近 所以那些时候 我会等他们一起 下班 他们会送我回家 所以 我会留在 比较晚一点的时间 所以那时候 他会 你看 那边 有些神户修士 在那里走来走去 他会告诉我 他们还有什么 他们练习 他们祈祷 所以 慢慢慢慢 很多时候 我都会看到他们 慢慢慢慢 他又会 邀请在一起 所以我想是 这些一步一步 他慢慢一步一步 引导着我 开始 看到我开始 慢慢 好像有点兴趣 或者有点 意思 好像慢慢都很愿意 一起去祈祷 他开始会问 你将来有没有想过 去做慈悠会会事 有没有想过去做神父 那时候 我开始 去想这个问题 但其实在想的时候 都不是想得很仔细 偶尔会在祈祷 问一下天主 修士问我这个问题 天主你有什么 看法 所以其实 在中海这段时间 因着 朱修士 朱翁 好像叮一声 告诉我 原来我的生命 有其中可能是 有这一个的选择 这样 钓鱼又问他 是的 钓到了 现在 钓了你 持下会 因为 因为 这个 朱石印 朱翁 我来说 不单单你一位 所有有信仰的青年 他都找过 我也是其中一个 确实他不成功 成功地找 我做了这个协尽的慈友会事 入了第三回 你就是慈友会 这个天主的召叫 他就是其中 第一个声音 可以说是 令到你 come and see 去看到 这个慈友会会事的生活 然后跟他们一起 去经验一下 然后就引起你的兴趣 而去做 一直下去 那是不是真的当你静下来 是听到天主的声音 还是在你工作的时候 听到天主 真的 告诉你 你是要走这条路的了 有没有一刻是很肯定 这一份的召叫 天主告诉你 你是要走这条路 不用想太多了 你放弃你的一切 有没有这样 其实这一刻 也不是在读书的时候发生的 我只能说 在读书的时候 好像这一种子 下来了 但是 好像未到 自己的成熟 当然了 这是我现在看过去的时候 才能看到 在当时 因为在读书的时候 其实我是 我是非常 一个 真的很开心的 在古兜的 不同的团体 以前我参加 协称的团体 辞称的团体 火区行动的团体 学校里面的负责会 其实这些团体 比我很开心 其实 朱翁去问这个问题 其实 很多时候 都在我祈祷里面出现 但是 不知为什么 有很多时间 我不知怎样去 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 我记得当时 自己会想很多 未来 我可以做这样 我可以做那样 但是 做慈后会事 做神父 只是我其中一个 可以选择的一个方法 所以 你说那个 次序 它不是很高的 其实 可能跟其他 我想的 我想过自己想做一个 设计师 我想过自己 其实 都可以 去 学多些 跳舞 玩的那些 就是想过很多这些不同的方法 其实有很回事 其中一个 在这些 这些不同的选择当中 其中一个 所以其实自己当时 去想这些方面的时候 其实都挺迷失的 还有都挺乱的 究竟我未来 要做些什么 我觉得好像 每一样我都想要 每一样我都想 做 但是当时 又好像没有一个 人 或者一个神父 我觉得可以将这些事情 再深入点 跟他去说 我想我当时 比较 更加去祈求 我是想 祈祷当初 去祈求天主 可以 给到一位 可以让我 完全地 可以将自己交托给他 的一位 陪伴者 去帮我看 我生命的方向 所以 其实这段路程 是很长的 我记得我读完书 毕业之后 出来工作的时候 工作的时候 其实已经 可以说没有想过这件事 因为工作的时候 出到社会 你看到 好像一个 多志多财的世界 不光熟悉 你又赚了很多钱 有钱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所以你会 你会完全 忘记得去想 不要只去想 我要做不做事 我会亏 而是 我亦都不会去想 我将来要做些什么 好像现在 我面前 很开心 有很多同事 有很多朋友 我可以去那里玩 去那里玩 大家 好像 很满足现在 现在的那种开心 我都够了 我完全没有想过要去想 未来我要做些什么 但是 我觉得天主的安排是很奇妙的 其实在做工作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开心的表面 但是原来我发觉自己 内里面 有很多 我自己解答不了的问题 所以我记得很多时候 当我夜晚下班回家的时候 当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我会发觉自己是一个 很安静的人 亦都 跟 我在面对其他同事朋友的时候 那个我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个人很 很低沉 亦都觉得很大的压力 亦都觉得好像 好像很迷失 整个人 有时会哭出来 但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会有什么状况 究竟是 什么意思 但我记得很特别 有一晚 我晚上回家的时候 很自然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觉得很 那个内心 觉得很害怕 不害怕之而 所以眼泪一直 这样去流 究竟我现在 真的觉得开心 心里面有这种声音出来 究竟你将来 你要走什么方向 其实那晚的经验 是很 很深刻的 就算我现在 想起来 都好像 昨天发生的事一样 因为那种 内心的迷失 那种害怕 是让我很深刻 我很难去忘记它 但是这种害怕的迷失 其实一直 我都没办法 可以表达给其他人听 我也都不知道 怎么跟身边的人去说 所以我 其实那时候工作的时候 我们都很少去胜堂 很少去离散 工作的关系 那些时间没办法 还有放工回家 都很累了 我已经没办法 自己精神之下 都很少去祈祷 但是 这一次的经验之后 让我 我醒起 我是一位教友 让我醒起 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又去祈祷 我又去参加离撒 但是为什么 这几年的工作 自己会变成这样 现在 又好像觉得很不开心 又害怕 又迷失 究竟为什么呢 在这一节经验之后 我开始 慢慢 开始问 他问天主 他问天主 只是问的 都不是 都不是祈祷 我就是 好像天主 这个 这个 人物 好像 出现在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好像记得 有天主 这一个人物 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就开始 又会问天主 天主 为什么 我现在会 那么害怕 那么不开心 究竟发生什么事 我只是有跟他说 你可不可以 帮我 又不可以 给一个人 陪伴我 所以其实 这种感觉 他一直维持 可能一年 两年 这段时间 我都 没有跟身边的人 去说 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天主都很特别 当我真是 很不知道怎么办 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继续 我现在这份工作呢 因为 表面上是很开心 但当我表面上越开心的时候 我发觉到 我心里面越来越多的害怕 而且 我越 不知道自己要走哪个方向 我会看到自己的内心 是很黑暗 我越来越看不到光明 但是正正在这个时候呢 就被我遇到一位 当时 来到 香港的 一位 爱来的 派演过来的 传教士 我可以说 他在我生命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以及 是一位 我生命当中的天使 如果没有他 我想 我现在不会开一个持有会的会士 我想是这一位 会士兄弟呢 我遇到他的时候呢 我就完全 不知为什么 就是完全 我是不认识他的 但是一见到他之后 他那份 微笑 他那份和你的拥抱 让我 觉得 我可以完全信任这个人 我把我正正的生命 告诉他 所以我遇到这些天使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舒服 开始慢慢 他都很愿意去陪伴我 去走这些圣诀的旅程 他都慢慢帮我去看我的生命 我的将来 想得很好 一位天使 刚才我在听你的分享当中 看到几样东西 你在福音里面的 富少年的经验 不在你身上出现了 即是 你有工作 有很多东西 找到钱 很多东西 不想放弃 然后 其实你是那只羊 天主找回来 有九十九只羊 也要找回你那只羊 我看到 好像是 你就是那只羊 因为在你最迷失的当中 天主 真是陪伴你 有很多时候 都不需要 特别去 跟身边的人 去说 因为最明白 你那个是天主 所以你跟天主的关系 那时应该是最密切 最密切的关系 这个是 很精彩的 一个圣赵的故事 你寻找这个圣赵的 并不是一个 容易的事 但是 你的过程当中 令我们感受到 很多很多 相信有更多 的分享 跟我们说 我们下一集 继续 去分享 你的召叫 究竟 你 真的踏上 这个圣赵的路上 的时候 入了慈后会 你的生活体验 是怎样的呢 我们下一集继续讲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